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必不可少的 一种微量元素 还有一种微量元素就是我们合成维生素B12的时候也是必不可少的 而且它还能够促进我们的人体的新陈代谢 是吧 山药也好 它是能够防止我们血管的沉积物 预防血栓 是吧 老年人多吃点山药 非常好 还补中气 对 好 山药很滑 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 徐老师 我们先下南瓜 南瓜先煮着 它比较筋时候 我先来 山药也切成粒 那我们这时候山药就可以下去了 是吧 对 现在把山药也可以放下去了 好 好 好 筋银双色 可好 健康 捞出来 好 煮熟 来 好 今天我听说我们用奶还是这个枣香味的 是吧 对 枣香味的 也是不行 是吧 对 这枣呢不仅仅呢有这个养颜 安神 而且能够提高人的免疫力 而且呢对老年脸上升班特别有好作用 它具有抗氧化作用 太好了 好 我们把它捞好了 把水倒掉 我们用那个红枣味的奶 玉米粉给它卸开 稀释一下 点火 好 我们倒入奶 这时候呢 不是 我们就把这个给它放下去了 先放这个南瓜里 这个山药里 对 然后呢给它放一点点盐 好 调一个基本味 对 让它那个奶呢别糊到底 要勤搅和一下 来 看老师快开锅了 这时候我们把这个玉米面 我们用牛奶卸好的玉米面 用红枣味牛奶卸的 一点下去跟它稍微跟勾芡 一点点来 一点点来 免得出疙瘩 是吧 对 这时候火要收一下 收一下 火 这就得了 来 您尝尝 搅拌均匀 即可出烧 装盘了 红枣 南瓜 山药都有了 还有奶 还好像缺点什么 来 一会儿呢 我们来做到小咸菜 主料呢 用的就是靴里红 在咱们家里常用的 北方常用的 配点肉末 小料里头 用点干辣椒和葱姜 这个靴里红 我在做的时候 拿了一种苦涩 对 这个烟来的之后呢 因为为了它长期保存 就腌制出它的风味 所以刚开始下盐的量比较大 那么这时候你吃呢 苦完了 就有点色的感觉了 对对对 那么首先买回来这个靴里红 要拿清水 凉水浸泡 浸泡之后呢 然后把它那个咸水挤掉 反复的清两三次 但是记住 那个咸味不能全去 全去干净 薛柳空本身的美味 没有了 把咸味去掉了 就可以了 握干了它 切成粒 这个我们已经处理过了 好 肉呢 咱们就直接选这个肉末就可以了 那么辣椒呢 一会儿我们切段 葱姜呢我们切粒 烧烧热了 我们加一点点油 好 好 首先呢我们下入这个肉末 给它煸炒 好 给它煸 煸散它 把水分煸干 煸酥 这时候我们关小火 对 不要给它炒糊了 这时候呢再把这个干辣椒 放下去煸出辣香味 这个味道出的真快 这时候再把葱姜放下去 用葱姜的香味爆香锅底 把辣椒的辣味给它炒出来 好了 这时候最后我们把这个切好的雪菜放入 大火一炊 这时候给它炒散 真的 这时候我们加入调味料 好 加一点点白糖 因为它比较咸嘛 综合一下 但是不要吃出甜味来 掉一掉 来一点点酱油 增加它的颜色 好 来炒香 煲干了 炒干了 水分你看直爆了 炒干了 点点味精 来最后我们来点香油 来点味精 来我们给盛入盘中 奶香一瓶多 再配上一个火烧 对 这一顿非常丰盛的早餐 奶香玉米羹的制作步骤是 玉米粉用早餐奶卸开 调成姜 将南瓜粒 山药粒 加入早餐奶中煮开 最后放入玉米浆 搅匀即可 搭配一道小菜 清香雪菜 其做法是 肉馅炒至变色 加入干辣椒 葱姜末 放入雪菜 最后加入香油味精 炒匀即可 一道香辣开胃的清香雪菜 再搭配一个火烧 加上奶香浓郁的玉米羹 就做出了一套 营养全面的健康早餐了 您也赶快试试吧 现在我们这个猛牛百分早餐 健康行已经开始了 那么您呢 如果在早餐这方面 有什么妙招高招 赶快跟我们联系 您肯定行 您行 我行 大家行 明天早上老时间 老朋友老地点 不见不散 再见 茹膏是我国著名的长寿之乡 老人们大鱼大肉吃着毫无顾忌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吃的是素鱼和素肉 如何在家中用蔬菜制作一些素食呢 明天侯君将走进养老院 与大家探讨乳膏长寿养生的话题 并且带来一道有着养生功效的素餐脆皮鱼